日前一位港人在Facebook分享他北上深圳的時候 不小心將行李箱留在一條街的路中心沒有帶上車 但在3個小時後再回到現場 就發現行李箱仍然留在原地沒有人拿走 有人甚至幫手放在路邊 於是他就租單車一路載著行李箱一路踩回去筍江 形容整個體驗感覺很正 事件後來被轉載去到小紅書 大家都紛紛稱讚深圳的人民質素很高 但亦都有內地網民兆傑沒有人偷走的真實原因